再来给这个三角梅做一下修剪 现在是这个三角梅开花的季节 但是有很多话有问我 他说他的这个三角梅买回去两三年了 就执掌这个枝叶不开花 这是为什么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摆放的地方光照不够 三角梅它是开场喜光的 越散它开的话就会越旺 第二点就是没有给它修剪 大家看像这种枝条这么纤细的话 你想让它开花是不是比较困难 而且这个顶端还有这个顶端优势 所以像这样的枝条我们就要给它修剪一下 这样才更利于它开花 怎么修剪呢 可以根据整个株形来 你觉得怎样好看就怎么剪 像这种的话我从这个地方剪 让它整体更协调一点 还有就是要把这种落质给它剪掉 这种枝条它基本上是长不起来的 长在底下的话就是浪费营养 这样就修剪好了 除了这两点的话 施肥也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缺这个磷肥的话 也是会影响它开花的 放在下来的 您的肩膀是非常关键的 我像是大家 我们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